印尼海岸警卫队今天表示 当局扣押了一艘涉嫌非法运输原油的大型游轮 印尼海市安全局指出 这艘石油贸易商用的大型游轮悬挂着伊朗国旗 情形5倍发现在印尼海域 像一艘悬挂卡麦隆国旗的船只输送原油 这次的费用如船绕完预争 是令人与海域绕炎的东西 有完全状态的事情 这三年事去扣押了没船 这里的然后泻製完美丽海域绕炎 什么发生的呀? 海域绕炎运ery 当然海域绕炎运 chores multiplex 然後与海域针扣押 这些飞争表述盖 我是因为家装停留意 来看看不停停停停停止 依尼海市安全局透露被扣押的超大型油轮载有27万2000多吨的轻制原油 价值超过3亿美元,大约是14亿令吉 油轮上当时有29名的船员 执法人员发现两艘油轮的诡异行径之后 要求双方停下 然而这两艘油轮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 也没有回应无线电呼叫甚至加速逃跑 目前所有船上的船员已经落网 当局还在调查石油的来源和目的地 并誓言印尼海警队和其他有关当局将加强海域巡逻 任何白色设计的同行世界 第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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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地域巡逻 九旅